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喜欢吃的粉面是越南风格的特别牛肉粉 即是雜感 你都可以单单用牛肉 牛肉粉或者牛筋肉 这样自由配搭 首先这个牛肉粉最重要的就是牛肉汤 我现在介绍一些材料 和大家一起做这个汤 我会有牛骨 牛筋骨 牛筋骨就比较清 牛肉放进去就比较浓味 配合 这里就有牛腱 牛腩 牛筋 煮粉的时候 我们会搭牛丸和牛柏叶 至于菜梳这方面 用到泰鱼和辣椒 芽菜 芫荽 金不换 煮湯的香料 我会搭桂皮 草果 八角 果皮 另外的菜梳 我会煎香 蘿蔔 洋葱 姜 和少许蒜 好了 首先 先拿个汤 这个汤 我们最起码都要煮四个小时 这些肉 一起煮 牛腩 牛腩和牛筋 两个小时 你将它起出来 放冰 牛骨 继续煮 好了 我们现在首先要煎香菜梳 拿个袋子 放入香料 如果不放入也行 你可以把它捞起 放入就比较方便 香料袋 我们可以放入水 这里的水 我将会煮一半 只剩三小时 那就对了 好了 我们将牛骨 放进去 牛骨和牛腩 我首先用水 煮过它 煮了一些邋遢的东西 再沖洗干净 为了时间关系 我就没有拍摄这个部分 牛腩 再放进去 记住 两个小时 我们要把它切出来 好了 这些菜梳煎出 味道就可以了 焦一点点不怕 好 好了 这些汤已经沸起了 我们由家开始计 煮它四个小时以上 当然 如果是餐馆来说 我们有时会煮到八个小时 大家时间可以摊一下 记得两个小时后 记得两个小时后 将牛腩和牛筋捞起来 还有收到中火 即是刚刚滚起 多一点点 如果太大火 就变成汤很熟 我们这样慢火煮下去 汤色就很漂亮 另外 我们煮完汤之后 我们煮粉的时候 就会搭到葱花 芫荽碎 这些洋葱切薄片 我就会用酸醋 腌一下 然后煮熟了它 好了 正如我刚才说 这些牛腩、牛腩、牛筋 牛筋 就两个小时可以起出来 我起出来 也切薄片 切到尽你所能切薄一点 餐馆有用机刨的 就更加好了 这些牛丸 这些牛腩 也切薄一点 让它容易热 和容易吃一点 牛柏叶 我将它切成丝 牛筋片也是 切薄 另外 就要来准备 蔬菜拌边 拭除专便 我喜欢吃Bezal 你加多一点 喜欢牙菜 加多一点 有芫荽 有金不换 这些是标准的配搭 这些是新鲜的米粉 你可以超市买 还有芫荽 碎和葱花 可有可无 你喜欢的就是 沙漠面 现在这些汤 煮够时间了 只剩一半 好了 我们把它捞起 现在要隔一遍 就把芫荽 倒入 牛骨 倒入 骨骨 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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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入 牛骨 倒入 倒入 牛骨 很香 如果不喜欢油 你可以把它捞起 好了 我们现在要隔一隔 这些汤 好了 我们和这些汤 下味 越南粉的调味 以鱼露为主 我待会用鱼露 胡椒粉 和冰糖 亦有人加罗汉果 来煮个汤 用罗汉果的甜味 我现在就加冰糖 首先就加冰糖 胡椒粉 要露 好了 我们开始把这些 凍的 肉类 先加好 牛泊叶 牛泊叶 已经煮够新的 不适宜录太久 好了 牛筋 绿一绿 牛丸放在底 绿粉 这些粉 不适宜录太久 你心目中 数六下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将这些熟的牛肉片 你可以排起的 也可以不排 好了 这些酸的洋葱 放入 葱花 芫荽 好了 这个时候最重要 汤要滚 是很热的 我们将它 倒入 好漂亮的 越南牛肉粉 法特别 就完成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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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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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